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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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族究竟带来了多少难堪 在2006年亚运会的赛场上 男族又一次对上了伊朗 然而这场比赛中 男族让粉丝们再一次失望了 伊朗队的天才选手伯哈尼 在强势闯入禁区后没有射门 而是悠哉地将球停在了门往前 这样的动作 简直是在中国球迷的雷区蹦迪 虽然后来男族球员免足了劲 好不容易追平了比分 但在最后的点球环节中 还是其差一招败给伊朗 这样的结果让球迷满腔愤恨无处宣泄 纷纷表示希望男族能够洗刷耻辱 但让球迷们没想到的是 此后 男族非但没有奋起反击 反而变得更加懈怠 2013年国际足球友谊赛上 男族与泰国队成为了对手 当时的泰国队几乎全是新人 一对主力与新人的对决 怎么想都应该是一路优势 然而在比赛开始没多久 不少人就看出了败局已定 冯潇婷在禁区回传门将时 差点被对手断球 但这却成了整场比赛的缩影 泰国队的新秀 只用了23分钟就打进了三球 比赛结束时 用无比一的成绩宣告了自己的胜利 现场的球迷们愤怒不已 当场就齐声高呼下课 更是在球员们退场后 默契地围住了球员大巴 口号一致地要求他们解散 事后官媒在回顾赛事时 也是同样的怒气不争 但男族是真的不行吗 或许并非如此 中国男族的沉寂或许是因为 再也没有像高红波这样的教练了 同样作为男族的前主教练 与离铁所作所为不同的是 高红波在成为主教练时 真的给男族带来了崛起的希望 在他任教的那段时间里 男族不再用人情事故来安排队员 而是谁有能力谁先上 甚至还把曾经的主力换了下去 这样如同大换血的举动 也收到了相应的成果 在与德国的友谊赛中 与德国战车打了个势均力敌 2010年的东亚四强赛上 又以3比0的成绩碾压韩国队 结束了持续32年的欲韩必败魔咒 还与东道主日本打了个平手 最终以自己的积分优势 一举拿下了冠军奖杯 令男族的排名从108位 一路冲到了69位 让无数球迷为之振奋 高呼男族终于要崛起了 但或许正是高红波的这份纯粹 触动了一部分人的蛋糕 则在队伍的改造上 触动了一些过去的一些利益 可能就是有些人 不太喜欢我留在这个位置上 于是在男族与雅买加的雨夜一战后 高红波突然就被宣布了辞退 在危难的时候 在中国足球道的最危险的时候 高红波站出来 应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 挽救了当时的中国足球队 于是卡马乔接替了他的位置 离开时赚走了7000万 后来又从佩兰换成礼皮 再到锒铛入狱的礼铁 只是男族却没有了多少高光时刻 虽然高红波也曾因输球被骂过 但回过头去看 却无法找到比他更精心的教练 或许正因如此 才有了5比1的耻辱之夜 看到拒绝给内玛尔传球的小将后 才知道球场上最让人叹息的球员是谁 2020年伤势痊愈的内玛尔宣布回归 得益于他连进两球的表现 大巴黎以3比1的成绩 胜过了曼联稳住了位置 当时球员们满脸的兴奋 但内玛尔却有些失落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抱怨说 整个赛场上只有巴西老乡愿意给他传球 虽然没有具体点名 但不少球迷都觉得 他所吐槽的正是姆巴佩 作为新生代的小将 年轻气盛的姆巴佩在赛场上 无时无刻都想要证明自己 而面对作为前辈的内玛尔时 这种对认同胆的渴望更加强烈 恰好那段时间内 玛尔因为受伤 缺习了不少比赛 而姆巴佩作为一颗星星 期间自然少不了大放异彩 因此在内玛尔宣布回归时 他或多或少都有些危机感 2022年的法甲赛场上 姆巴佩在丢掉了一个点球后 向内玛尔表示 想要再试一次 不过内玛尔认为 比赛结果更加重要 毕竟足球不是一个人的游戏 而是需要团队配合赢得胜利 于是回绝了他的请求 姆巴佩或许是因此有些怒气 在后面的比赛中 内玛尔快冲到门网跟前时 姆巴佩却闷着投手着足球 不过内玛尔大概 也没把这些情绪放在心上 毕竟他见过的场面可太多了 本届卡塔尔世界杯中 他在上场的79分钟里 就被连续侵犯了9次 甚至差点连衣服都保不住 不过裁判对此却熟视无睹 在随后的比赛中 他又被多次铲飞 最终因为脚踝受伤 无奈退场 在替补席上他默默地套上球衣 用他掩盖了自己的眼泪 但他放下球衣的时候 他脸上已经重新挂上了笑容 或许正是这一份坚韧 才让他走到今天的位置